肯大子公司之一的肯大物流公告圈 发现有134亿元人民币存款 为第三方提供的职押保证金 已经被银行强制执行 以恒大物流去年报告来看 招接管的134亿元 占了现金资产超过九成 周一晚间恒大召开投资人会议 称要在7月底前提出重组方案 恳请债权人不要采取激进行动 财经专家谢金河发文表示 全部恒大戏股票加起来市值不到千亿港元 但恒大地产表列债务1.96兆港元 恒大理财产品以及美元债务可能都有上兆人民币 大陆前60大房企都面临庞大负债 尽管当局要求银行必须清理债务 但能够卖的资产已剩下不多 最后房企只剩一条路走 把庞大债务丢给国家 大陆房地产面临债务与泡沫清理 两大危机很大的后续效应值得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网关联张艺田 综合报导